连续下了十多天的雨了 外面的食物越来越缺乏 这小麻雀的胆量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刚刚二十多只在家里面投吃鹦鹉死掉 结果我一出来 把这三只给吓到了 逃跑的时候方向搞错了 所以说就被我抓住了 白嫖吃的还这么笨 逃跑的时候别都飞出去的 他们三个拼命地往家里面飞 所以说被我抓住了 不过分吧 后面的那一只连续撞玻璃 好像都有点撞晕的 中间这一只是最胖的 话不多说 把他们给放了 这三只的智商有了一瓶 我把他们抓在手上 抓了十多分钟 现在我就把手松开 你们猜一下 它会在我手上躺多久 手松开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让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 以为还抓着他们 这样他们就不会挣扎 上面的这个兄弟 你要往边上躺一下 本来下面那只就最小了 你也躺在他身上 这个时候就整整齐齐躺好了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 他们什么时候会发觉 自己已经被放了 手晃动一下 制造一点动静 让他们好早点飞走 再这样的话 我都招架不住了 躺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他们齐刷刷地飞走了 其实隔三差五的 都能抓到迷路的麻雀 今天是第一次抓到三只 全部都是来家里面 偷吃饲料的 刚放完麻雀 这里又出现了一群 准备去邻居家偷吃东西 要不是他们家里面坐得有人 这一群麻雀早都冲进去的 胆子特别大 回到家里面的小麻雀 就让他们使劲吃吧 反正饲料也很便宜 没有飞到家的 是在外面给他们放一点饲料 让他们自己吃 欢迎他们天天来做客